球迷从来没有被当回事,国足乃至足协欠全国球迷一声道歉,02年国足杀入世界杯,我们以为那是中国足球崛起的开始,但谁曾想到16年过去了,那年竟然是国足的巅峰,16年四届世界杯,几乎每次都折挤在预选赛中的小组赛中,仿佛一盆又一盆的冷水浇透了球迷的心。 韩国0比1过敌瑞典之后孙星明痛哭,2比0几败未免冠军后,韩国全队跪地痛哭,他们不是因为击败德国队而高兴,而是因为他们小组赛出局了。 门将赵贤又说道我很抱歉,我们所有人都是为国民而踢球,我们是一个整体,比赛结束后才知道另一场的结果,没有出现很失望,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哭了。 沙特在小组赛出局后,组协主席向全体国民道歉,并立即出台了限制本土球员的献心令,埃及三战杰弗出局后,球队核心萨拉克说道,我自己的表现感到抱歉,我要向球队说声对不起,我为错失禁球承担责任。 摩洛哥在首场赴于伊朗后,送出乌龙大理的布哈肚子,痛哭着表示,向全摩洛哥三千五百万国民道歉,尼日利亚在布迪阿根廷小组出局后,献效力于长春亚太的伊哈洛向球迷道歉,我为自己的表现感到抱歉,我要向球队与球迷说声对不起,我为错失禁球承担责任。 然而有哪个中国球迷听到过国族队员与足协的道歉,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说,这是我的责任,对不起支持我,我们的球迷,球迷看得最多的,应该就是每次输球后,国脚们低着头来到球迷区,象征性的股下长,国族无缘世界杯后,足协轻描淡写地表示,要争取打入卡塔尔世界杯,并为此制定了一校大方的九大计策。 我们的国脚们,该旅游的旅游,该度蜜月的度蜜月,没有任何一个人对球迷说声对不起,国族傲慢到何种程度,在中国悲重态度散漫的冯小婷,面对球迷的指责,竟然能够微笑着说出,他们都不懂球,只有专业的才能看明白,这样无耻之急的话,中国球迷怎会被如此看清? 因为那群人知道,他们踢得在烂,球迷也不会拿他们怎么样,他们在伤球迷的心,中国球迷还会在大雨中像个傻子一样支持他们,国族乃之族邪,欠所有中国球迷一句抱歉。 谢谢大家